紅藍極視燈不斷閃爍 加上黑板相接的車殼顏色 這是台東警方 最新引進的巡邏車款 但仔細一瞧 這輛車可是大有來頭 就連男神彭宜彥也曾經代言過 黑色車身加上招牌標誌 是不少民眾一眼就能認出的 知名廠牌 影片一曝光 馬上引起熱烈討論 甚至有網友直說 如果沒有300匹馬力 別想輕易挑戰他 未來這兩百萬轎車 將會提供台東警方 作為巡邏車使用 而由於他的性能過於強大 馬上就有網友封他為南迴殺神 這款從瑞典進口的知名車款 市價超過239萬 馬力可以達到254匹 屬於高性能轎跑車 時速從0到100公里 只需要短短6秒 這次台東警方一口氣 引進4輛同行車款 就是要加強南迴公路的安全維護 南迴公路未來拖款 車型的速度 而且3區的道路 需要比較高性能速度的車輛 來到達事故現場 可以減輕警察同仁在執行的時候 精神上的一些 如果說狀況不是很好 我們車子可以輔助他自動駕駛 保護車上的警察的安全 警方為了對付高速公路上的 惡意B車和超速問題 該用高性能轎車的例子 其實不只在台灣 日本警方前陣子也和車廠合作 將警車換成GTR R35 號稱是全日本最快警車 專客暴走族 各國警察不斷進步 提升車輛設備性能 不外乎就是要讓打擊犯罪的員警 更有安全保障 接著謝奧珍 許玉路黃俊 綜合報導